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人会跟我们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 有的人则在看到彼此第一眼的时候 就知道相处不来 这是因为有的人注定就是自己的克星 天生气场不合 那么老鼠最怕三种克星 鼠鼠人最大靠山是谁 今天后谱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了解 鼠鼠人最大靠山是谁 1.鼠牛人 对于鼠鼠的人来说 鼠牛人是他们最大的贵人 也是背后的靠山 因为在十二生肖当中 鼠牛与鼠鼠是陆河的关系 如果二人在一起相处的话 对于彼此的发展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尤其对于鼠鼠人来说 从鼠牛人身上会学习到很多东西 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鼠牛人也会毫不犹豫地鼎力相助 帮助自己化解危机 鼠牛与鼠鼠是非常合得来的 二人在一起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两个鼠项不管是组合家庭还是处朋友 关系都非常的融洽和谐 二人能够相互扶持 一起努力 让彼此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二 鼠猴人 生肖鼠与生肖猴在秉性上比较相同 这两个鼠项的人头脑都很机灵活泼 兴趣爱好也大致相同 虽然在金钱观念上会有些出入 但是彼此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 鼠鼠人的朋友当中如果有鼠猴人 那么对方将会是他们一生的靠山 鼠猴人社交能力很强 人脉也比较强大 而鼠鼠人在这方面相对会比较弱一些 因此 鼠鼠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帮助 鼠猴人也能够尽可能地 在资金和人脉上给予扶持 成为鼠鼠人一生的靠山 尤其是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鼠猴的人更是会力所能及地 给予鼠鼠人帮助 鼠猴人与鼠鼠人若是结交为朋友 彼此之间会成为对方一辈子的依靠 若是异性 还有可能发展为情侣或夫妻 三 鼠龙人 如果鼠鼠人能够拥有一个鼠龙的上司 那么在职场中绝对可以获得强大的靠山 必然会无往不胜 在对方的提携和帮衬之下 鼠鼠人能够得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丰厚的工资 绝佳的项目 以及很高的职位等等 而且鼠鼠人本身上尽心很强 只要获得了好的机遇 绝对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取得辉煌的好成绩 当然 鼠鼠人本身也特别聪明 他们知道鼠龙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很会迎合其心理 而且鼠龙人做事有能力和魄力 鼠鼠人与其朝夕相处和工作 必然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特别多宝贵和有用的东西 而且鼠龙人人脉很广 鼠鼠人会经常陪伴其出席宴会和活动 也可以不断扩充人脉资源 老鼠最怕三种克星 老鼠最怕三种克星 鼠马人 鼠兔人 鼠羊人 一 鼠马人 鼠鼠人和鼠马人存在相冲的关系 意味着两个鼠象气场和能量相互压制和冲突 对彼此运势的发展带去不良的影响 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 鼠马人和鼠鼠人的关系 不论是朋友还是合作伙伴或是伴侣家人等 都无法从心底接受对方 帮助对方 相反 他们会互相地抢夺 压制 增悟 并想方设法地下套陷害对方 用尽手段去争夺对方的利益 二 鼠兔人 鼠鼠人的克星为鼠兔人 二者存在着的相形的关系 意味着双方的气韵 能量 都是互相克制冲突 给彼此的事业 生活 感情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 鼠兔人在与鼠鼠人交往时 会对鼠鼠人行为抱着极大的敌意 无法真正地接受和包容对方 常常会恶语相向 处处挑刺 鼠鼠人看不上鼠鼠人的行为能力 觉得鼠鼠人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不会成功的 当鼠鼠人和鼠鼠人结为夫妻 或成为家人关系时时 鼠鼠人会忽略鼠鼠人的付出 做出对不起鼠鼠人的行为 鼠鼠人未必会选择地忍让 会直截了当地解决出所属 兔人的不良行为 进行打压 三 鼠羊人 在生肖命学里中 鼠鼠人和鼠羊人之间 也是不好相处的 两人相遇 总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感情关系 因为彼此的性格有些不同 不容易相处 两人的竞争非常激烈 另外 成为朋友或恋人也不容易 也不愿意容忍和容忍对方 而且这两人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 无法深入沟通交流 感恩你的观看 此文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文若有功德 普皆回向 愿须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的乐 消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 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